混亂場面還發生在民進黨屏東縣立委中嘉賓 服務處順利連任之後 選舉結束不到10天 竟然遭到不明男子惡意猛砸 大門剝離全碎 當選海報也被撕毀 行徑非常誇張 而警方在6小時之內 將人查棄盜案 初不了解是單純喝酒鬧事 跟選舉恩怨沒有關聯 黑衣車停在服務處前 隨由一名紅一男下車 先是左看右看 下一秒竟然動手破壞 翻幕以猛力橫砸 浮出大門碰的一聲 瞬間被砸出一個大洞 玻璃碎成蜘蛛網撞 沒想到還沒完 紅一男還是不罷休 繼續在現場大肆破壞 黃絲門上貼的盪旋海報 行徑詭異 隨後似乎是累了 坐在椅子上 結果這鼓氣好像還是沒發完 祝賀花盆翻得翻 倒得倒 還意圖折斷立委旗字 回到現場一片狼藉 不離碎片碎滿地 事發就在21號早上7點多 大選結束不到10天 民進黨評斗憲立法委員 中嘉賓才剛順利連任 服務處就被砸 莫免讓人聯想 是不是不滿 尋後結果 應該是喝醉酒的樣子 這個人我們沒有見過 難難至於一段時間 不明原因他就開始破壞 出眠駁斥還懷疑這名男子 根本是喝醉酒才鬧事 原來他當時砸完服務處後 走到附近教會 被教會人員送到派出所 所以男子又請員警 幫忙叫計程車離開 沒想到他又回到教會捐錢 之後再走到服務處附近休息 警方獲報6小時之內 將人查棄到案 喝酒後搭車到服務處附近訪友 但聯絡不到該有人 一時酒後失控 動手砸毀服務處外置物品 今瞭解立委服務處無關 全案巡後依恐嚇及毀損罪嫌 移送偵辦 男子大白天就敢這麼囂張 雖然初不了解是單純喝酒鬧事 但是在巡後敏感時間點 還是不免讓人引發聯想 接著綜合報導